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来到福建福州最大的城中村 三眼村 我来到福州这个城中村 让我感到十分的意外 这个福州最大的城中村 已经被移为一片平地 中间还有一栋房子 不知道是不是钉子户 三眼村是由远东村,远中村,远西村 三个村组合成的 这里曾经是福州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城中村 最高峰时期,外来人口达到十万人 现在这个城中村已经拆迁了 也拆掉了无数打工者的回忆 这里曾是外来人口在福州的落脚地 这里的物价低廉,生活成本地,房租地 为外来打工人员在福州打拼 提供了落脚点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 走一走这个一片废墟的城中村 寻找一下福州最大城中村的记忆 相信许许多多的打工者 对这个城中村 对这个城中村有着酸甜苦辣的回忆 这边都是蛙鸡啊 这个城中村曾经以云桂川江西的打工人群为主 现在这些打工族 有的离开了福州 有的去往了别的城市 福州这座城是永远不属于他们的 他们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我们在这个城中村的废墟上走一走 城中村有梦有泪啊 城中村是无数外来打工者 在城市的起点 现在福州的城中村基本上都被拆光了 十万的外来打工者 何去何从 我们在废墟上走一走 也算是寻找一下 在这个城中村的记忆吧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管 反正我是走进来了 也没看到一个人 以前这里都是密密麻麻的出租房 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不出几年之后 这里会建成高楼大厦 但外来打工人群 是没有机会 住进这样的高楼大厦的 有是有很少 都是做了生意 发财的外来打工人群 才有机会 住进高楼大厦 大多数的外来打工人员 还是要回到家乡 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 这个城中村确实是非常大 我们环石一周啊 对面就是古山福州著名的风景区 这里将打造成一个大型小区 目前福州的房价均价是在 两万亿平方啊 也是非常贵的 普通的打工者 可能一辈子 在福州买不起一套房 这中间还有一栋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钉子户呢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 有一辆大卡车开进来了 这里就是福建福州 最大的城中村 大家有在这个城中村的打工故事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 发浪子里面 都给你们看 和距离 emer浪子里面